附陪貓時間 其實就是一般版的肉泥 但是我們今天雞胸肉切小塊 切丁 不攪泥 然後其他的料 雞乾 然後我這次是用牛肉也可以用雞心 因為那個牛黃酸比較多 然後還有混牛 他就一般他平常吃的 牛黃酸粉 芝麻 海帶 不是海帶 紫菜就是寒點 我沒有放海鹽 因為他平常零食有鹹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做貓咪板炸雞 當然還有油 還有蛋殼 這邊才不到一公斤的肉 加了混的大約是一公斤 肉大概八九百克 然後其他的內臟 內臟啊 然後他的營養品 這樣混一混大約是一公斤 然後我因為他蛋殼 我怕鈣吸收濾差 所以我蛋殼 雖然一公斤的肉只要放一個蛋殼 可是我是放兩個 兩個蛋殼 兩個土雞蛋蛋殼 可是混起來其實骨頭還是很少 就是這樣而已 對 所以如果做帶骨肉的自己骨量要稍微斟酌一下 骨頭太多他們也吸收不了 對 好然後 就要把它裹粉 薄薄的裹勻 然後油多沒關係 因為雞胸肉沒有油 貓咪要吃很油 像我的那個雞肝本身就還蠻油的 然後我裡面也有在混油 你要 我是混回維他命E 欸 葡萄籽油 因為維他命E可以抗氧化 他們是說動物油也不錯 我有時候也會混牛油 可是我今天沒有買到牛油 就沒有混牛油 下次我想想看混羊油 然後就這樣子 貓咪版炸籽 然後拿出他的鋁箔子 然後放著 等等 可以出他的鋁箔子 然後拿出他的鋁箔子 拿出他的鋁箔子 給我出一個人很難錄 然後把貓咪版炸籽 鍋好 然後秤重 我們家的貓是一次都包一份一百克 99 106 那我再把一小塊肉拿起來 101 好啦這樣可以 貓咪版炸籽 完成 然後把它包起來 因為我要單手包 好 完成